由于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 这个星期开始各地的气温回升 东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不过东北季风还是会持续影响到星期四 伴随有短暂雨的发生 提醒民众 辐射冷却的影响 清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凉的 早晚出门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动作 冷空气减弱关系 周三白天之后气温将会有较明显的回升 到周四都是情道多云为主的稳定天气 不过周五起水气会稍微增多 天气不太稳定 东半部有短暂雨情形发生 尤其疫情期间提醒民众留意自身健康 礼拜天开始 大家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所以整个北部跟东半部 东北部基本上清晨跟白天都蛮冷的 不过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已经慢慢在减弱 所以在花年这一周开始 现在就有水气温大概就是慢慢往上回升的情形 然后整周的天气看起来就相当不错 只有在大概星期六 十八号的时候啊 因为受到南方水气的影响 所以在花莲沿海局部地方啊 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有一些局部雨势 然后雨势可能有大一点点 但是应该看起来不是很 不会下很长啦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的天气看起来都相当好 所以这一周的雨不是很多 不过早晚可能还在局部地方还是会有些雨啦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啊 还是建议穿一件外套会比较保暖一点 气象局表示 周三白天开始气温回升 但清晨温度依旧寒冷 民众早起应做好保暖工作 周五东半部山区午后应水气增多 将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这周大致天气稳定 气温回升 不过春天天气多变 民众出门仍要持续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讲邦彦华联士报导